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有欢笑 有泪水 有收获 也有失落 当然有人结婚了 有人离婚了 有人生孩子了 也有人离我们而去 2013年的第一天让我们就用轻松的心情来回顾2012年台湾娱乐圈那些值得我们记住的人和事 首先我们要请出在台北演播室我的搭档 台湾中国电视公司主持人黄晴 帮我们介绍参与我们今天新年第一期节目讨论的三位来宾 黄晴 新年好 新年好 清林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介绍现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 黄长玉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深影剧记者 许盛梅 两位主持人 还有观众朋友 新年好 另外也是资深影剧记者 吕文婉 大家好 2012回首台湾演艺圈 悲欢离合不少 包括一代巨星 凤飞飞 陶大伟都因为肺癌 磁势 走得突然让人震惊难舍 爱恨情仇的也有 像艺人随堂的人生就上演了真实版的《心力人妻》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为您整理出来的几大影视焦点人物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 对于2012年的台湾娱乐圈来说也是如此 喜庆的终究喜庆 八卦的更加八卦 悲催的越加悲催 2012游喜 这一年 森林娜嫁作人妇 艾拉不甘其后 SHE少女天团悄然迈向人气天团 这一年 小S顺利诞下徐老三 孙燕姿喜得贵子 而大S仍在怀孕疑云中与媒体挽起捉迷藏 我在努力做人 因为工作都有慢慢的减少 那如果有成功的话 我想也带肉眼是看得出来 那最近的话也都还在努力当中 2012有怒 这一年 周董依旧甩不掉热爱他的狗仔 偶像依然热血方刚 这一年 马凯奥酒醉怒打问奖激起社会怒潮 未来星途如何 打上问号 我是一片雨 天空是我 2012有哀 这一年 帽子歌后凤飞飞香香玉允 自身艺人陶大伟安然离世 让人感叹生命有时 华彩很久 2012有乐 2012有乐 明星姐弟恋正流行 这一年 隋唐强势上位 字眼依旧风光 娱乐圈红人大放异彩 这一年 大事如此多 这一盘娱乐大旗让我们留到舌年继续在下 喜怒哀乐的交织描绘出了2012年台湾娱乐圈的精彩 但是作为娱乐圈外的旁观者 普通民众对于2012年的台湾娱乐圈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又是哪一件事情让他们印象深刻呢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高原和娱乐圈在一起 我约天开演唱会 小雅仙跟柯正东的姐弟恋 太夸张了 太依林吧 就是最近她不小心摔倒的事情 王阳明吗 跟那个大陆的女模 2012年台湾旅游圈非常的热闹 三位姐姐对台湾旅游圈也是相当的了解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2012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事件或者现象会怎么形容 来 三位请 好 我们先来看年姐的题版 我们亚洲第一女子天团终于组合发片了 当你听到说他们要重组 然后发片叫做花 这个字幕 diye相看 如果不认识这三个字 你对2012我们亚洲的这个娱乐圈 你太不了解了 那三个字呢 一定是晒恩爱的 那如果加上呢 天后大方的晒恩爱的话 又不得了 这是2012年呢 最让人惊喜连连的事情 我先讲最近才完成 在我们小巨蛋的这个 高难度演唱会的 我们的天后蔡依林 今年31岁了 她的男朋友景荣25岁 两人差6岁 一开始我相信所有的娱乐记者 不看好他们的这个恋情 是认为就是两个人差太多 但是经过两年的努力呢 跌破眼镜的部分是 高调到不能再高调 他们走平民小吃晒恩爱的路线 从来没有一个天后级的人物 他们两个人可以去 我们内湖附近的大卖场 那个大卖场买什么什么 卫生纸啊果汁啊 很甜蜜啊 90一年哦 收入是超过人民币 绝对是两亿以上的 他就跟他的男朋友 那些大包小包买好之后 走到那个卖场的门口 我们以为在外面 至少不是保时街 应该是法拉利 结果不是 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这个摩托车 然后小两口就很开心的 就骑着摩托车 那个完全是邻家的女孩 那就表示其实时代不同了 他可以大方的说 他爱这个人 其实我觉得2012年的亮点 就是在于天后 他们终于勇敢去说爱 不必咄咄苍苍 其实除了刚刚盛美姐提到的 所谓的这个帅恩爱 天后帅恩爱以外呢 还有一个呢 其实在2012年就是 姐弟恋非常的风行 我们的天后阿妹 其实呢 他们也是姐弟恋 对不对 九令跟景荣也是姐弟恋 那我现在讲这三队呢 这个姐弟恋呢 非常非常的惊人 因为他们的岁数呢 差的一个比一个还多 好 我先讲第一队呢 就是亚东恋 就是肖亚轩跟柯震东 这一队呢 足足差了12岁 也就是一轮 好 另外一队呢 是这个宝妈 就是曾宝怡的妈妈 宝妈呢 跟汪建民 他们也差了一轮 那再来另外一队呢 就是我们的庭园恋 就是呢 赵又廷跟高圆圆 这个相差的岁数是5岁 大家会说 为什么要琢磨在这个岁数上面 应该讲说 这几年来 姐弟恋已经不算什么了 但是呢 这三队呢 让大家特别瞩目是在 也差太多了吧 可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希望他们可以 很快快乐乐地走下去了 到了每年的岁末年初 对于艺人一年最好的总结 莫过于就是收入排行榜了 当然很多艺人都是刻意会回避这个话题 但是呢 实力 人气指数 最后产出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我们来看看 刚刚过去的2012年 谁是娱乐圈的最大西京王 之前2012台湾地区歌手年收入排行榜出炉 双J周杰伦与蔡依林在冠军位置上缠斗多年 今年蔡依林终于搬到周杰伦坐上了冠军宝座 小侏罗志祥则位列第三 三人收入均破5亿元新台币 吸引能力相当惊人 黑铃今年爱情事业两得意 以24支广告 40场商典各唱 年收入超过6.9亿元新台币的成绩 当人不让地成为了吸睛女王 而折色后的日新更是高得吓人 多达189万元新台币 周杰伦今年少了歌唱收入 但他广告商业单价 仍令众歌手望尘莫及 因而稳居刺席 凭借广告13支 商业25场 周董2012年收入5.9亿元新台币 平均日薪163万元新台币 年气超棒的小猪罗志祥 今年狂街广告21支 加上商业主持30场 年收入5.5亿元新台币 日薪151万元新台币 占据了季军的位置 艺人们的收入 让一般上班族羡煞不已 但他们背后的辛劳 您无法想象 当然演艺圈最会赚钱的艺人 也一定会是最辛苦的艺人 比如说榜首的这位蔡依林 她就非常的努力 人称她是拼命三扬 或者是自虐女王 想问一下年姐 你怎么看待蔡依林的这份拼劲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 十多年 每次看到蔡依林 为了演唱会 为了工作 那样卖力的表现 我们心里也会问说 就令你何苦这个样子 可是她就坚持 一定要这个样子 就像这一次 她在做彩排 她就真的摔了下来 为什么 当天她在练一个钢管舞 她每一次演唱会 就是要拿出新的东西给大家 她不要旧的 不要每次同样重复 摔下来之后 送医急救 后来回来之后 到第二天 记者围过来的时候 她就举起她的左手指 她说这样子 其实有三根指头 还是不太能动的 但是她的意思就是说 那至少还有两根能动 我还是要继续跳我的钢管舞 她有讲 为什么我要这么拼 她说因为我是地才 人家是天才 我是地才 地才就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 可是她不是地才 你还要这样把自己封为地才 可见就是那个是个性上面 因为她曾经在出道的没多久 有一个合约纠纷 她被冷冻了好几年 好不容易解冻之后 我觉得她那个好强的个性 整个被激发出来了 就是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我一定要非常非常努力 我不能让那个旧事再重演 因为你被冷冻过 你曾经不能唱 不能发声过 就知道这个机会得来不易 所以她每一次都这么迈命 这么拼命 为了什么 她说为了追求一个不完美的完美 这就是蔡依林 这就是我们的角力 另外呢 台湾演艺圈有位年轻人 也非常的努力 称得上是一个劳动模范 她经常是 不管是练舞 也是自虐式的练 那就是小猪罗志祥 这些年她取得的成功 大概也是有目共睹 想问一下文婉姐 你怎么看待小猪罗志祥 这些年的努力 付出和她的获得 其实要严格起来说 刚请你不是讲说 我们看一个年轻的小猪 对不对 年轻歌手 齐老师讲 其实小猪已经不年轻了 应该是讲说 她很年轻就出道 我们知道她以前是 罗密欧 就是跟欧汉胜 一起组团出来的 前些年 其实她非常非常的 这个浮浮沉沉 再浮再沉 有时候呢 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 通告在哪里不晓得 发片了 片卖的好不好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记得 其实黑人 其实跟小猪也很好 他没票的朋友 就常讲说 小猪曾经度过 大家相信吗 就是他怕家人担心 然后呢 他一早 他跟妈妈讲说 我要出去上通告 我今天很忙 其实他去哪里 他坐在公园里面 在沉思 在想说 我到底下一步 要怎么走 所以刚才就像清明说的 其实他也是那种 硬着底子 然后呢 弄着自己的体力 然后我硬是 就要练到最好 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最新的 一个数据的统计 一天可以赚尽 一百五十一万 老实讲 真的不是平白得来的 那我们看到 很多的偶像明星 我觉得他很值得笑法 他坚持的一点是什么 他知道粉丝 还有他的歌迷 就是他的衣食父母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他对歌迷的那颗心 2011年的3月 其实呢 小猪呢 在香港的一个商场里面 有办一个签唱会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新闻很大 小猪在 其实在商场关门 九点那时候 其实一直被催促 因为商场比较致实 他觉得说 从下午四点到九点 你就这五个小时 不管现场多少人 我就要把门关了 记得吗 小猪那时候呢 拍了桌子 就走了 他放了一句话 他就说 粉丝还没有签到的 跟我走 我到保姆车上面 再怎么样 今天签到半夜 我都帮你们签完 就是这个贴心 让歌迷对他 更死忠他力 没错 就是这样黄金 就是那个 你觉得有一个 我们常看很多偶像歌手 他红了 他可能态度就不同 可是我觉得 小猪他坚持 他对歌迷的心 我觉得他今天成功 这一点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看看周杰伦 刚刚我们说 他今年已经没有 蝉联第一了 而是退居第二名 但是他最近推出的MV 也都是走这种 复古风 给大家视觉跟听觉的震撼 周董他说过 35岁的时候 希望可以退居幕后 来议员他的导演梦 那盛美觉得 他的导演梦 现在做得怎么样 黄金刚刚问到 我们这个周杰伦的导演梦 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周导演的最新的作品好了 因为观众朋友 你一定非常的期待天台 为什么呢 距离我们的周导演 自编自导自演 这个电影 2007年的不能说的秘密 已经大概六年左右了 那最近天台这一个电影 大家为什么那么期待 是因为对于他的这个内容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团队非常的保密 但是这个电影 又要回来回答 这个黄金刚刚问的 因为今年的这个收入排行榜 我们的周导呢 跌下去了 因为过去他都是第一 他都是第一 差连了四年 观众朋友会问说 为什么 因为感觉上周导演挺忙的 什么都要这个参与咖 对不对 他也出了新专辑 电影也拍了不少 为什么 因为过去你看以蔡依林 这个收入来说好了 他是非常单纯的就做表演的工作 所以他开演唱会 他做这个广告的代言人 他就把他表演的工作做好就好 但是呢 我们的周导演 他给自己的期许 是希望35岁左右 他就应该开始从事幕后的工作 所以他也提到天台 他就是一个男孩到男人 一个关键的作品 他也提到了 那里面就是一个30岁男人 那个毅力的表现 那也就表示说 他有逐步的在实现 他要往幕后开始迈进 那各位 只要往幕后开始迈进 只要开始做导演了 大家都知道 导演的收入是不能跟偶像歌手比的 所以相形之下 跟蔡依林也好 跟小朱也好 周杰伦开始走不一样的道路了 所以他的重心已经看得出来 就是慢慢从歌唱转到电影上 你会比较想看到他哪一方面的表现呢 我是周杰伦的歌迷 所以我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提到过 我还是很坚持周杰伦 最让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非常打动我的心的 还是他的音乐的才华 所以这几年 他把很多重心转到电影 甚至电视 甚至主持 我认为那都不是他的藏才 他最专业的还是在他的音乐方面 但是幸好这次天台 他多了很多的他个人的音乐作品在里面 所以我也蛮期待的 尤其是中国风 我们放眼这个榜单呢 我们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其实娱乐圈呢 永远是一个女方唱罢 我登场的舞台 正当一些资深老前辈在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心面孔横空出世 2012年的台湾娱乐圈也不例外 有很多新人一出道 马上的上位 红极一时 要么现在台湾娱乐圈最引人关注的恋情是谁和谁 无疑就是亚东恋了 两人恩爱的戏码随处可见 丝毫不避嫌 他叫我私底下的名字 开开 开开是我认识 里面的女生 我喜欢的 而与恋情不断升温相呼应的 则是柯震东的人气 从演艺经历几乎为零的矛头小青年 一跃成为2012台湾影剧圈的香波波 这一年的何震东迅速成长的势头令人惊艳 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第12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新演员 2012台湾爱情片的票房冠军属于犀利人妻 影片是台湾创下收视奇迹的同名偶像剧的电影版 一举拿下两亿形台币的超高票房 随着电视剧和电影的热映 身为女主角的隋唐 也成为2012台湾娱乐圈的风云人物 在让随唐大放异彩的电视剧中 其饰演的谢安珍以时尚犀利的风格游走职场与情场 有人在乎你的意见吗 还是我应该要在乎你的意见 这无疑是随唐演艺生涯的一次重要突破 也使她获得了第46届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除模特跨界影剧圈 2012的随唐格外犀利 我们说演艺圈像亚东恋这样 这么高调晒恩爱的应该很少见吧 对 而且他们这一对 跟我们之前讲的像阿妹或者是蔡依林 完全不一样是 这一对真的是我们2012的最大的亮点 为什么是亮点呢 因为我想在座各位 每个人都看过柯震东演的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然后你对陈妍希里面的那个角色沈嘉宜 你绝对是认为就是2012 你最会想要知道这个女孩在哪里的一个人 沈嘉宜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沈嘉宜啦 那就是肖亚轩 Elva 那他们高调到你看 包括他们一块到花莲去泛舟 这一对这个情侣非常有趣 他们连在泛舟的时候 他们都要抢第一 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对他们的恋情 有多么的有信心 所以他们两个为什么能够爱得这样坚固 而且爱得这么高调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时间到了你就遇到一个对的人 尤其是我们看到他们在纪念馆那个照片 我身为媒体人 我一开始不敢相信 我一开始认为是为戏宣传 因为他们就有可能是经纪公司的一个安排 可是一路走来不是耶 所以我认为2012真是对娱乐记者来说 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年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隋唐好了 美美的名模出身嘛 那我们来看他在演技上 他的表现怎么样呢 其实如果说大家知道以前的隋唐 我们知道嘛 名模出身 他只要站在舞台上 他不需要讲话 他要做的就是把厂商要展现的商品的特色 展现出来就好了 漂亮就好了 后来呢 我们知道前几年开始吹起了所谓的名模风 所以呢 很多的名模开始转战综艺节目 他们会上节目了 然后呢 也会呢 可能呢 就是演戏等等 那隋唐那时候 我第一次跟他上节目的时候 大家可能没办法想一下 因为他跟他很多同门的师妹啊 师姐一起 可是到已经快要结束了 主持人呢 讽刺了他一下 就说 啊 你有来哦 因为呢 他从头到尾 他话 他几乎没有讲话 然后也没有做任何回应 那其实可以解读 就是说 因为刚开始 比较不熟 然后呢 比较生涩 所以呢 他选择沉默 可是呢 就是因为有 那时候我看过他 那个样子 所以对照他 后来在犀利人妻的表现 老实说 惊为天人 因为他已经完全几乎蜕变了 另外一个人 他把一个谢安真 很单纯的一个家庭主妇 为了劳工 为了女儿 然后奋斗的女人 后来呢 被迫 因为老公变心 被迫必须要蜕变 变成 可以在社会上 跟人家立足 甚至后来有自己感情的归属等等 我觉得他把这个角色 扮演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这个背叛这样的剧情 如果在真实生活上演 对 其实我们看到 尽管柯振东跟隋唐呢 都把这个戏里的一些感情 在真实生活上演的 这有点相似 但他们两个的成功模式 是完全不一样 想问一下盛美姐 你怎么看到 他们两个不同的成功模式 他们的成功模式 对于现在的新人 有什么样的歧视 对 没有错 因为柯振东跟隋唐 他们走红的方式 是天差地别 但是我选择先讲隋唐这个人 因为他非常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在14岁左右呢 到波兰去念书 然后他是在加拿大 念完了心理学的 这个学士的学位 他回到台湾之后 2001年 他曾经参加上海的 一个选美的大赛 但是只有入围的前十名 那一直以来就参加 大小的选美比赛 后来呢 他有参与了一些 就台湾的本土的偶像剧的演出 包括我们很熟悉的 痞子英雄 很多的戏剧都看得到他 甚至电影 命运化妆师里面 也都有他 王子变青蛙 随唐其实也有演 但是各位观众朋友 你不记得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戏 红的都是别人 永远那个亮点 都不落在他的身上 所以那么久的时间 在这个圈子里面 载浮载成了那么久 他的条件其实是很好的 所以遇到了犀利人妻 这样的一个戏 遇到了这样的戏的一个包装 他整个人串红 所以在隋唐的身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那句话 就是机会 永远给准备好的人 但是话说回来 柯震东 我必须讲 他就是一个很微妙的 机会有的时候呢 会给那种 完全没有准备好的人 为什么呢 在那个面试的一个过程当中 导演为什么最后 选择给了柯震东 没有很多的经验 甚至于他没有生活上的磨练 因为他是一个附加子弟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柯景腾这个角色 只要你看了 你就会发现柯震东 完全符合这样的一个角色 没有生活上的磨练 非常的天真 非常的浪漫 干净的不得了 他对爱的追求里面 没有任何的杂质 这就是柯震东 所以也许你没有一些 其他的经历 就成为你没有其他的包袱 所以机会会选择了你 娱乐圈就是这样 长江后浪推前浪 江山带有人才出 2012年的台湾娱乐圈 新人不断的加入 老将也不断的在努力 这当中就包括不少 老当益壮的资深老前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中国敬酒冠冕播出的海峡夜行 我是叶天明 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2012年台湾的娱乐圈 面对新人的咄咄逼人 老将在老树发心知 更是难能可贵 在当中42岁的四爷吴奇隆 成为了影视界的新人王 从步步精心到新白发魔女传 2012年的吴奇隆 将四爷这把火烧得越来越旺 而自己也成为了 演员转型制片人的成功典范 从以前大家对我的了解 是小舞队是歌手 歌手的身份大家有认可 OK那我开始拍戏当演员 这两三年可能拍的戏 对大家来说 大家也是比较熟悉 也比较喜欢 在幕后上面的一些工作 在今年也算是很正面的 有很多的肯定 2012年两部大戏都赚足收视于人气 四爷的号召力和他的相貌一样 永远是成亲不败的 少负面少绯闻 敬业有目共睹 认真有口皆碑 年初过年 农历过年到现在 我大概在剧组的时间 加起来至少有十个月吧 两三天不睡是很正常的 我最多一天飞过四个城市 我没有回去 这一年多 没有什么机会 四爷得到的丰厚回报 也是理所当然的 2012年两部电视剧 一支广告 二十场活动 2.7亿元新台币的收入 让吴奇隆位列台湾影视界人士 收入第一名 想问一下盛美姐 就是吴奇隆这次的再次翻红 包括在金马奖上 一句说我回来了 真的是包含了很多的感慨 你觉得是由于 步步惊心这部戏的偶然翻红 还是说他这些年 后继勃发的一个表现 如果说我们要从一个 娱乐记者的角度 而且非常严格的来说 我必须回答清零 我认为吴奇隆 就是因为步步惊心的而翻红 而再红 那可能很多的 这个吴奇隆的粉丝会认为 你这样说不公平 吴奇隆十一年前 拍的这个《萧十一郎》 其实已经在两岸 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面貌 开始展开他的演艺事业 但是各位 一部戏 尤其是一部经典的好戏 它可以让这个艺人的 这个光芒呢 翻了十倍以上 《萧十一郎》我也看过 其他的戏其实我也看过 甚至于吴奇隆的电影 我也看过 他的表现一直以来 非常的努力 他一直想让大家看到 一个演员不同的面貌 但是一个演员的努力 单靠一个人的单打度 都是不够的 真的必须靠一个 随准整齐的戏 去做一个包装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吴奇隆回到台湾 可以收到这么多人的欢呼 然后他很开心说 我回来了 我想他心里有很多的感触 是因为 他其实十一年来 他何尝不希望再站上舞台 说我回来了 可是今天他带了 步步惊心 这样一个光环 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刚刚清凌问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难回答 是在于就是说 我想对吴奇隆的粉丝来说 十一年的努力 绝对不是一步步步惊心 就可以代表的 但是我们纯粹 从娱乐经济来看 那就是步步惊心 造就了吴奇隆 今天新的成就 我们应该说 大家会看小虎队 会拿他们三个人来相比 现在最红的就会讲 一定是吴奇隆 因为那部步步惊心 是不是让他演技上的突破 在里面 他是多么的迷人呢 是啊 因为黄晴刚刚提到小虎队 而且提到他们演技 让我小小讲一下 因为我最近对于 苏友鹏演的两部戏 我也很有意见 因为一个是杀生 一个是之前的风生 我相信这三个人 尤其是苏友鹏跟吴奇隆 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 相互竞争 绝对是希望在演技上 有所突破 可是现在看起来 吴奇隆还真是略胜一阵 最近我又重新再看了一次 步步惊心 这个角色 尤其是四爷 他实在太难演了 为什么呢 性格难以注意 每一个人都了解 在历史上 这个雍正夺地 他能够拿到这个皇位 可是杀了很多人 杀的人都可是他的亲兄弟 那这样的一个角色 由吴奇隆来演 而且这个戏里面 他有香港的演员 他有内地的演员 有大万级的演员 这样的一个阵容 其实你在立足点上 是很吃力的 尤其对吴奇隆来说 他演得太好了 因为如果你演不好 你会把四爷 演得机关算静 太聪明 会让人讨厌 可是你演得好的时候 当他在无奈 又被迫的情况之下 使出了那些心眼的时候 其实观众是对他是同情的 还有他那个感情 内敛到很多的戏 巴王爷是外放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八个 这个跟女主角 刘诗诗的戏 都是比较偶像剧式的演法 可是到了吴奇隆身上的时候 他没有太多夸张的表情 光是在雪地里面 若曦叠在雪地里 他想伸手去扶下若曦 若曦就把他拍到旁边 然后自己跌倒 跌倒之后 四爷就再也没有动了 又站在那里 各位观众 很多的这个妇女观众 看到那一幕 就被四爷打动了 我想这部戏最大的亮点就是他 他把一个内敛的 含蓄的 深情的男人 演得非常的丝丝入口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 步步惊心造就了吴奇隆的新的事业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吴奇隆 今年可以说是一个娱乐圈 资深前辈逆袭的一个年份 像这个韩国的一个鸟书 还包括今年台湾的一个新秀选 里头也是33岁的 出道很久的这个林俊逸 是立刻了很多的一个新手 获得最后的冠军 那想问一下文婉姐 这些资深艺人的这个再次的翻红 是由于大众的这个审美的口味变化了吗 应该讲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那其实呢 我们刚讲到鸟大叔 清零提到的 还有呢 我们现在呢 也非常突然就翻红的 另外一个在这个魔王大道里面的林俊逸 其实他们准备好了没有 他们准备了好久好久 那你说是不是口味变了 其实我倒觉得说 应该是就说 那个时机到了 因为我就是ready在这边 那我就等你 等观众你来看到我 那以台湾的林俊逸来讲 大家相信吗 他的尾牙的这个数量 已经高达了41场 过去大家觉得41场还好吧 不会很多啊 他算新年啊 很厉害啊 对 尤其今年的景气特别特别差 你知道吗 光是一个尾牙 大家帮他算了一下 他呢 至少可以进账615万 这个数字 他对他来讲 因为他13岁就参加 其实在台湾的一个 蛮猴的一个 这个歌唱比赛节目 叫吴登奖 那时候其实 他 大家根本没有 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是什么 他坚持 就这一黄眼20年 他等到了 所以我觉得赛大叔也好 或者林俊逸走红 或者甚至我们发现 李天柱助歌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吴奇隆嘛 会重新再翻红 我们这些资深老艺人 我觉得真的就是时间排名 还有他们自己的实力 其实都已经配合到 非常的就是天音无缝 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机会了 相信四爷的效应呢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来收拾心情 来纪念那些2012年 离开我们那些老面孔 他们的身影将永远定格在 2012年的天幕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中国金酒冠名播出的 海峡夜行 谢谢清明 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2012年台湾的娱乐圈 也有不少曾经在演员圈 创造辉煌 给我们带来无数感动 无数欢笑的 熟悉的老朋友 老面孔 离开了我们 但他们的身影 会永远定格在 他们的作品当中 其实娱乐圈 跟人生一样 也一样的无常 有迎来 就一定会有送往 帽子歌后 凤飞飞的歌声 如今听来 依旧感动 虽然已经去世快一周年了 美好的回忆 仍然常驻歌迷心中 第23届台湾流行音乐 金曲奖颁奖典礼上 就用特别的方式 来缅怀这位永远的歌后 祝福音乐 歌迷对于凤飞飞的喜爱 无以复加 而这些都源于凤飞飞对于歌迷 更加无私的爱 因为就连自己的死讯 凤飞飞都不愿让歌迷获悉 从而带着伤心度过 2012年的农历新年 发生这件不幸的消息 是在农历的过年期间 那凤飞飞其实是一个很 体贴很低调的人 所以当时就有要求 一定要在就是犯完后事之后 才对外公布这样的消息 凤飞飞一月因肺癌 在香港过世 享年60岁 但消息一路封锁 直到二月过完农历年 才曝光 让歌迷除了心疼与铺舌 更多了一份震惊和感动 私生一人陶大伟 九月因肺癌病逝 享年70岁 儿子陶哲说 父亲一生谨守 简单朴素 不麻烦人的处置原则 他无以懈怠 并以淘气转身 幽默神影 来说明父亲的辞事 着实让人不舍 童年包括大饼 卓胜利 石松 深东静 张美瑶 洪瑞湘等台湾艺员 都相继离开了我们 我们说凤飞飞和陶大伟的过世 都让人多一份震惊 因为像凤飞飞 她是刻意要封锁消息 很低调的 不想要麻烦别人 那陶大伟的儿子 陶哲他也说了 父亲是淘气转身 幽默神影 我们来讲讲 他们在演艺圈的地位 各给大家留下 什么样的印象好了 对 我们常常会形容这个艺人 他们就是大部分 90%的艺人 他们是潮牌 也就是说 当不流行的时候 他们就被浪花淘尽 但是另外有10%的艺人 他们是经典 所以他们的表演 他们的歌声 他们的演出 都不会随着时间 随着时代潮流所淹没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位 凤飞飞跟陶大伟大哥 绝对就是经典 尤其是凤飞飞 她是庶民歌后 可能对很多台湾人 以及凤迷来说 凤飞飞的歌声 更是像大地之母一样 它是一种温暖的声音 就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绝对有它的声音 陪伴着你 这样的一个经典 它会在它离开舞台的时候 还有一个漂亮的声音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她采取的是 这么这么的低调 跟没有声音 因为她不希望去打扰到歌迷 不希望让歌迷过度的伤心 那就表示这样一个经典 她就永远会活在歌迷的心中 那我们要讲陶大伟 我们的陶叔叔呢 她非常了不起的是 因为过去她曾经在 这个迪士尼动画的 这个工厂 他们的工作室工作过 所以它带回来的是一个 经典的喜剧 那这样的一个喜剧 结合了一个综艺节目 开启了台湾综艺节目的 一个新视野 还有很多电影也好 还有它的专辑也好 都带领了大家一个不同岁月 不同的一个想象 所以这两位经典人物 我想对很多的歌迷来说 是很感伤的一年了 但是各位 他们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他们会永远留下来 时间过得飞快 马上又到了一个纷飞飞 离开我们一周年的日子了 我们相信全世界各地 都会有很多歌迷 会用各种方式来纪念 这心中永远的帽子 歌后 想问一下文婉姐 台湾方面有没有 这方面的纪念活动 如果要用一首歌 来怀念她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首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凤飞飞 其实是应该这几十年来 非常难得的一个庶民歌后 所以她离开之后 其实虽然离我们凤姐 就是四十周年 还有几天的时间 可是在她农历的四十周年 那一天已经有很多的歌迷 已经迫不及待 上了佛光山去看凤姐 然后帮她祈福 然后去帮她诵经 那当然接下来 其实在1月3号 1月凤姐的四十周年 在台湾海内外 其实都有一连串的活动 尤其我觉得有一个活动 大家可以去看看 其实是在台南文化中心 他们举办了一个 就是以祝你幸福 这个为一个主题 来纪念凤飞飞 那如果呢 谢谢黄奇 谢谢三位来宾 在我们节目讨论 给我们带来那么多演艺圈幕后的故事 其实年年岁岁岁岁岁岁年年 生活就是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的过去 不管您2012有多少的遗憾 多少的收获 它都已经过去了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2013年上 一起打拼 一起努力 节目最后 带着海丘航的所有同仁 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海丘业航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